大家好,我是关头机电 在交流电路当中 交流电它分为零线和火线 我们在接线或者维修电路的时候 经常区分它的零线和火线 而我们常规的做法 就是用一个测电笔 去测量它的每根线 如果这个灯泡发亮的 就是它的火线 就这个 灯泡亮了 如果灯泡不亮 表示它的零线 这个不亮 那么这个是火线 这个是零线 这是我们常规的做法 而我们很多时候 手套没有这种测电笔 而我们的万用表 只能测这个交流电它的电压 交流电的电压 而不能区分它的零线和火线 其实我们这个万用表 除了可以测它的电压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它来 区分这个交流电的零线和火线的 只是大家不知道方法而已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子 我们首先把这个万用表的档位 打到交流档的最高档 750伏 我这个是750伏 打到750伏 然后先去测量一下它的电压 看里面确定有没有电压 230伏 是吧 电压正常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用这个红黑表笔 其中的一个表笔 用这红表笔也可以 黑表笔也可以 去测量它的每一个角 另一个表笔 悬空 大家看它的显示 来 01跳动 没有什么显示 好 我们再测这个角 这里显示22 22伏或者21伏 我们不要纠结这个数字的意义 我们只要区分它就可以了 有数字显示的 或者这个数字比较大的 就是它的火线 没有数字显示的 或者数字显示小的 就是它的零线 就这么简单 当然 大家可以 觉得不明显的话 可以把这个玄红的表笔 在手指上面 绕几穿 都绕几穿 绕几穿 然后呢 再去测量 这边 大家看 它还是没有什么显示 或者1 这边呢 12 12伏 是吧 那么表示它是火线 呃 还有一种方法 大家确保 在这个万用表啊 打到交流档的 750伏的档位上面 这千万不能弄错 然后呢 用这个红表笔 去测量它的每一根线 黑表笔这边呢 用手指头 接触这个黑表笔 那么它的数字会大很多 这就明显一些 啊 这个也不会抽电的啊 这个不会抽电的 因为这个交流档啊 在里面它穿了一个很大的电阻 它输出的电流是非常小的 这是比较安全的 最怕的呢 就是 大家把档位弄错了 会发生危险 所以这种方法呢 我建议大家做 我只告诉大家 大家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表笔悬空 或者在手指头上面 绕几川 另外 我们也可以用黑表笔 去测量 红表笔悬空 这个时候它的数值更大 更明显 大家看 黑表笔 红表笔 交流档 最个档位750伏 006 007 这边 90 这就很明显了 是吧 88 90 87 好 我们再绕几川 大家看一下 03 88 84 好 我们如果这样接触的话 大家看 8 100 那就更大的 更明显了 大家学会了没有 非常简单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